提到日本酒,大家第一印象都是清酒 其实威士忌才是日本酒类里面风头震盛的老大 2018年香港邦汉斯拍卖会第一版3050年的水油桶威士忌 以273万港币拍出 2019年一瓶3050年水油桶威士忌 拍出100万美元的天价 由于产量少,日本威士忌有价无事 零售市场疑惑难求 2020年3055年上市定价300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19万3千元 连空军售价也接近1万元人民币 根据胡润富豪榜调查 绝大多数酷爱日本威士忌的 都是中国40岁以下的心腹 大叔在日本采访几个酿酒厂后 发现造成日本威士忌提货可掘的背后 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种营销策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叔认为威士忌在日本本身就是小众市场 产量不多,市场占有率低,盈利比不上啤酒的领头 但是威士忌用了强有力的品牌定位 看中了中国有钱消费阶层富豪作为收割对象 说白了,就是收智商税 日本威士忌本质和网红奶茶店差不多 好的营销策略比酒更重要 大叔看了日本的威士忌市场策略后 深感这个成功个案不是偶然 中国的白酒并不比威士忌差 甚至好多高端酒远超威士忌 但弄品牌认知度评价就是差了一步 这里就要来谈谈日本威士忌的成功模式 日本威士忌起源于苏格兰和阿尔兰 明治维新后传入到日本 早起日本国产威士忌品质没有办法摆上台面 可以说是日本威士忌之父的祖贺正效 远到苏格兰取经回来 在三德里的创始人鸟锦信志郎 欣赏下合作研制了日本威士忌 也共同普通了日本国产威士忌的传说 日本威士忌的成功除了人才技术和创新能力 也是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很偶然的机会下 早起日本威士忌就地取材 用含水分高的水油桶装酒 也保留了苏格兰威士忌器用的石碳 燃火直接蒸馏 继承苏格兰威士忌最早的烟熏味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制作公费成本高昂的水油桶 让日本威士忌散发出类似橙香 横香和加罗熏香的香味 被人们称为东方蝉味 就成为独特的日本味 迷倒了一票威士忌的粉丝 但是做得再好再精致的威士忌 也不是就这样一定会享誉全球 早起日本威士忌 连日本国内市场的消费者都不爱 更谈不上外销赚外汇 在推广威士忌方面 山德利下了大功夫 威士忌和时髦阳味 结合在一起 跳脱传统的日本清酒的传统酒文化 开创了威士忌 变成了时尚的弄潮儿 实际上也刚好搭上了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 威士忌这种洋酒 逐渐扎根本土 缔造了独特的日本威士忌文化 威士忌也是主打低热量 低酒精 便宜 好搭餐 流行时尚的形象 有效地打开了年轻人的市场 确立了威士忌在日本的地位 威士忌的走红 除了广告营销上的成功 威士忌的创新喝法也功不可没 60年代在日本开始流行 水喝威士忌 以2比1的水冰块 加入威士忌中 减低酒精 迎合了一般人的饮用习惯 这也形成了日本独特的饮酒 方式 以水冰稀释酒液 保留酒香 降低都数 更送口的饮用方式 让威士忌走进搭配餐桌的殿堂 大叔发现日本威士忌 国际市场的定调 真正是在8年前 三德利三期 Sherry Casca 2013年 荣获英国威士忌杂志榜首 获得好评 这才从默默无闻的威士忌 一举成为新宠 日本威士忌经历百年传承 泥芯技术不断人才培养 随着满足时代口味的需求 再加上成功的营销 总确的说是迎合了亚洲人的口味 日本威士忌青春一蓝 盛一蓝 坚持传统 也接受变化 独特的魅力 就造就了日本威士忌的评价和市场定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